本财年取消中低收入抵税机制 加上通胀使生活开支急升 澳大利亚人面临双重打击 2024年7月1日将实施第三阶段减税计划 目前,税收制度采用边际税率 只赚取的首1.82万澳元将免税 接下来年薪达1.82万至18万澳元 将需支付19%至37%不等的税款 此后,年薪达18万澳元以上需支付45%的税款 中低收入抵税机制 是针对年薪不超过12.6万澳元的居民 实施的临时减税政策 市民可获得675澳元至1500澳元不等的税务宽减 根据2022至2023财年的税收机制 假如小明是一个年薪9万澳元的老师 他将要缴纳税款19717澳元 同时符合中低收入抵税机制的减税要求 获得1500澳元税务宽减 因此只需要缴纳18217澳元的税款 假如小明是一个年薪4.5万澳元的咖啡师 他将要缴纳税款5092澳元 同时符合中低收入抵税机制的减税要求 并获得1275澳元税务宽减 因此只需要缴纳税款3817澳元 第三阶段减税 将原本的32.5%以及37%的税率 合并成30%的单一税率 而最高税率门槛提升至年薪20万澳元的水平 虽然看似中高收入人士获益最多 但实际上高收入人士将成大赢家 在新政策以及中低收入抵税机制政策被取消的情况下 小米要缴纳18592澳元的税款 比往年增加375澳元 小米则要缴纳5092澳元的税款 比往年增加1275澳元 中低收入人士税务将会增加 高收入人士税务则会减少 税及攀升也无法舒缓 随着通货膨胀 工资会随之增加 但税阶将维持不变 薪酬增加的幅度不大 但市民需要缴纳更高阶的税务级别 以小米为例 如果老板加薪至年薪4.7万澳元 它便需要由原本缴纳19%增至30% 意味着要缴纳税款5692澳元 导致实际收入减少 就目前情况而言 取消中低收入低税机制 以及实行第三阶段减税计划 将使大多数工人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